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日前辞世之后 由她的儿子也就是查尔斯三世 正式继位成英国国王了 而事实上她是以73岁的高龄 也成为了英国史上最年长才登基的国王 因为在1952年 她随着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登基之后 她就成为了继承首位的顺序 而其实她已经代位了70年 因此就有人说她是等了70年 终于要上工上班了 而随着查尔斯接任英国国王之后 社会上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像是有民调机构就发现了 这个伊丽莎白二世也就是英国女王 支持度是最高的 有将近八成的支持度 再来则是凯特王妃 有将近七成的支持度 随后才是威廉王子 那接下来才是查尔斯 只有将近不到一半的支持度 因此可以看得出来 查尔斯接任这个国王之后 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 而事实上除了查尔斯面临挑战之外 整个王室也都面临了 这个存废的议题 也有相当多的挑战 等着他们去面对 因为像是英国首相 这个特拉斯新任的首相 就被爆出 曾经在青少年的时候 有这个反王室的言论 他说他反对王室统治他人 也曾经呼吁要终结英国的君主制 因此其实王室的存在 也随着伊丽莎白二世过世之后 引发了很多话题 最后来看到有民调机构也发现 65岁以上的对王室存在的支持度 有将近八成 不过随着年龄的递减 到了18到24岁 也就是不到25岁的年纪 只有25% 24%左右的支持率 因此可以看得出来 王室的支持率 也随着伊丽莎白二世过世之后 查尔斯王子继承之后 产生了很大的讨论跟话题